自行车 自 means self oneself also means from things 自是象形字 它的甲骨文 经文 小传 都像个大鼻子 说自己的时候 指着自己的鼻子 自称 以字 做形旁 比如说 手 臭 臭味的臭 吸 呼吸的吸 鼻 都与鼻子有关 行 性 行 这是个多音字 行 means to walk 行 看它的甲骨文 经文 小传 它都像一个十字路口 表示道路 所以隐身也有行走的意思 车 这个字我们学过 像行字 像个车的形状 自行车 bicycle bike 你千万不要在夜间不开车灯 骑自行车 你千万不要在夜间不开车灯骑自行车 你千万不要在夜间不开车灯骑自行车 公是个会议字 公是个会议字 上边是八 我们学过这个八字 它的本意是分开 相背 下边的这个字形呢 念思 那么与自私相反 就是公 公平 公正 够是个会议字 甲骨文的下边是两只手 指两只手捧着一件物品 意思是供奉 气 steam 气是形声字 左边三点水 表示水 右边气 是声唐 它的本意是水枯竭 现在呢 用作蒸汽 公共汽车 means bus it's a noun 在星期日 公共汽车运行车次不太频繁 the buses run less frequently on Sundays 如果你想看风景 应该乘公共汽车去 you should take the bus if you want to see the sights 火车站 和我火 火 means fire 火是象形字 它的字形 就像燃烧的火焰 做偏旁步手的时候 写成下面的四点水 比如我们在level one学过的热 下面有四点水 用火加热 治安站 站 station to stand 站是行声字 左边是力 力 字形 就像站立直立 站是声唐 这个字的本意 就是直立 stand 火车站 train station railway station it's a noun 一辆出租车 将他和他的行李 放在火车站 a taxi has dropped him and his luggage as a railway station 城市的主要火车站 距离酒店 仅有几分钟的路程 the city's main train station is just a minute from the hotel 机场 机 means machine 这个字是行声字 左边是木字旁 表示是木质的 右边挤 是声旁 它的本意呢 就是弓弩上的发射机关 古代的弓弩 你看是木头做的 它的发射机关在后面 这个字是行声字 左边土 表示平地 场地 右边阳 阳场 原因相似 场是古代祭神 用的平地 这张照片是天坛的照片 我们赶到机场 正好赶上飞机 We arrived at the airport just in time to catch the plane 机场的安全检查 已经变得非常严格 Security checks have become really strict at the airport 旅游 旅 means trip travel 旅是会议字 甲骨文的字形 就像众人站在一个 飘扬的旗子下 这里的众人是指士兵 旗是军旗 以后简化 左边变成方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旗 和旅 它们字形 非常的相似 左边都是方 右边的上面是撇横 游 means to walk 是行声字 最早是向行字 左边是三点水 还有子 小孩子 这个部分呢 这个部分呢 念油 是指旗帜 上面的飘带 或者是垂势 旅游 Tourism Travel Trip Tour Journey 我喜欢旅游 但我也非常喜欢我的家 I like to travel I like to travel but I also like my home very much 旅行社称 旅游销售减少了 Tour operators have reported a job in sales 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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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学过 游 means swimming to swim 游 是行声字 三点水 表示在水中 游 是声唐 它的小转字 行 就像水流 曲曲折折的样子 它的本意 是swim 但是 游 和游 有区别 游 是浮在水面上 游 在水下潜水 游泳 swim go swimming 天气太冷 不能游泳 It was too cold to go swimming 当他年轻的时候 他曾经 为他的国家游泳 He used to swim for his country When he was younger 洗 洗 means to wash 行声字 左边是三点水 表示用水洗 右边引先 是声唐 洗字的古音 就读显 现在做姓氏的时候 依然读显 甲骨纹 自行上面是足 下边是水 本意呢 用水洗脚 吃晚饭前 我要洗洗手 I'd like to wash my hands before dinner 我要把瓶子 洗干净 下次再用 I will wash the bottle out and use it again 离 离 离 means to leave 是象形字 字形就像用网 来补鸟 繁体字 是形声字 本来是一种鸟的名字 简化了之后 实际上呢 是恢复了甲骨纹的结构 隐身为失去 离开 他从房子的后门离开了 he left the house by the back door 我明天早上 五点钟离开 I will be leaving at five o'clock tomorrow 玩 玩 玩 means to play 这是个形声字 左边王字旁呢 代表玉石 右边圆 是生旁 圆 玩 它的原因相近 本意是play with 玩与弄 本意都是玩玉 中国古代 人们非常喜欢玉石 弄是用两只手把玩玉 下午 孩子们在玩他们的玩具 The children spent the afternoon playing with their new toys 我女儿过去 常跟隔壁的孩子们玩 My daughter used to play with the kids next door 上班 和安班 班 名字team 班是会议字 左右两边都是王字 表示是玉石 中间是一把刀 本意是用刀来割玉 上班 go to work start work be on duty 你应该星期一上午八点 来上班 You should start work at 8am on Monday 明天你什么时候上班 What time are you on duty tomorrow? 做梦 做梦 了事 小你 诶 诶 诶